好 來再來 國民黨團 來 來請歡迎 謝謝 謝謝我們議長 還有我們新的韓市長的市府團隊 各位議事同仁 大家早安 我相信 我們高雄市 一定給民進黨 執政二十年了 二十年來 我們民進黨的市政府 都在拚政治 完全沒有拚經濟 我相信這二十年來 我相信大家都是親親親親親親親 我們高雄市的經濟 可以說 越來越消掉 以前我記得我小時候是車水馬龍 不是 到店裡後 現在呢 完全都沒有啦 好不容易我們高雄市民 給我們韓國會市長機會 我相信 韓國會市長做二十幾天而已 跟還沒做的就開始在唱衰啊 所以我希望說 民進黨團 不要逢寒必煩啊 他就還沒做的 你讓他做了不要再說嘛 每一個政策 一定都有目標嘛 有目標 當然他的可行性 到底可不可以 人家是卡在中屋 地方的權限有限啊 所以我在這邊再呼籲啊 放下選舉恩怨 放下政治 就是我們一起來為高雄拼經濟喔 高雄市未來真的是政治零分 經濟一百分 我希望喔 大家一部分黨團喔 為了我們高雄市的市民 為了我們高雄市的經濟 來拼經濟 好 以上 首先 首先本席 首先 本席要在這邊先肯定一下 我們新的市長的施政 我看到媒體有報導 我們的李四川副市長 因為要解決高雄市道路不平的問題 深夜去视察了我们的道路 我也看到了韩市长 他也主动带队去主动的 把我们这些有公安问题的 政府的工地主动开拔 展示真的要对这些高雄市所有公共品质 做一个大刀阔斧改善的这样的一个宣誓 这个本席予以肯定 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呢 刚才民进党团的质询 在高雄县33年民进党执政 高雄市20年来的执政 许多的问题许多的乘客 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下 他们为我们的韩市长扣上帽子 说如果民进党33年20年无法解决的问题 你韩市长一年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你就是跳票 用这样子来羞辱新的执政团队 那本席在这边也特别准备了一个 我们希望市长 希望你收下这个 因为从选举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市长被抹黑抹黄抹红 扣帽子穿小鞋 我想这个替五文公散啊可以让你 去胸改屋 投胸去 更重要的是我希望 要打通高雄市经济的任督二脉 我也期许在座的所有的这些局处首长 你们一定要跟得上韩市长的脚步 高雄 要除笔 高雄更要心力 所有的公共工程一定要符合标准 所以我们在这边 国民党团也要表示 如果 你们各位局处首长 跟不上韩市长在选举的时候 要求所说要为高雄 拼经济 要打造高雄成为全台首富 这样的一个愿景 如果局处首长 无法达到市长的这样一个脚步的话 我们国民党团也绝对不会手软 会为了高雄市民全力的把关 监督 但是对于市长好的施政政策 只要对高雄市有帮助的 我们党团也会全力来支持配合 那么本期这边就有一个问题 要救教一下我们的高雄市长 韩市长 你在选举的时候有提出来 高雄的旗经 非常的适合 要开发成为我们 建设成为我们的一个免税特区 要带动虚多的观光人潮 来到我们高雄 要提升高雄市整体的经济发展 那我要请问你 目前 旗经它并不归属在 我们中央法令的离岛条例 旗经没有跌在里面 但是我们也要问了 小琉球都可以有免税区 为什么我们的旗经 就因为它有一个连外道路 那是人工的 就因为这样 你就不让旗经归类为在所谓的离岛条例 可以设免税区这样的规范 所以韩市长 我在这边也要呼吁 我们议会应该要正式一个提案 让我们的高雄市政府 一定要正式这个问题 然后去跟中央要求 他们必须去修改相关的法令 让旗经真正可以成为我们的免税特区 真正能够带动高雄市的经济繁荣 来市长你简单回应一下 来市长当然 谢谢我们曾俊杰议员 还有我们陈美亚议员 也要谢谢我们国民党团 对我的勉励 以及鞭策 那曾俊杰总召 所提出来的 未来的高雄 不希望政党政治无限上纲 一直不停的对抗 也不希望逢寒必反 非常感谢 放下选举的恩怨 我听得很感动 真的是要如此 我再重申一遍 三百四百年来 什么时候高雄是全台湾最重要的 什么时候高雄人吸引了全台湾人的眼光 什么时候高雄吸引了全世界人的眼光 没有 所以这是我们高雄最好的发展机会 如果我们心中始终有选举的恩怨 始终有政党的色彩 始终不停的在对撞对碰 对我们高雄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从我本人跟我们的团队 包括李四川副市长 在整个道路录屏 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都把过去的事情 不管 从现在跟未来 我们一肩扛 这是市政府对高雄市民 最负责的一个态度 所有的压力 所有的辛苦 我们一肩扛 而且我们要感谢过去历任的市长 过去历任的团队 对高雄市的建设跟付出 我觉得这是一个开放的心胸 跟曾俊杰议员提的 我想是一样的 也希望能够跟国民党团 我们一起来勉励 未来的高雄 充满了和谐 充满了美好 你看 正通 人和 和 一定是有和气生财 和谐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 非常感谢曾俊杰议员 对我们市政府的鼓励 以及对刚刚一个语重心长的讲话 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 我相信未来高雄 在几年的时间 一定会快速改变 真的 我很有信心 第二个 陈美娅议员所提的 二三十年积累 一年之内 有没有办法解决 我不会认为 他们故意给我们团队穿小鞋 我相信民进党团 也希望我们做得好 我们这个团队 不知道能做多还是少 但是我们会全力以赴 如果一年之内 能够顺利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当然愿意去做 不管怎么样 我们抱着健康的态度 来接受 民进党对我们的批判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那迄今免税区 也要跟各位议员报告 我对迄今的看法 远超过陈美娅议员刚刚所描述的 我认为迄今 除了免税区之外 它会是整个高雄市 将来最重要最重要一个 快乐的天堂 快乐的天堂 那怎么去做 才能做到快乐的天堂 等一下人家又说我天马行空 所以我现在讲起来 我都不太敢讲太多 我觉得迄今 一定是要发展免税区 这个无庸置疑 可是我去查了一下 可能只要修改 离岛建设条例 我判断了 这个离岛建设条例 如果我们高雄市的立法委员 团结起来 让迄今用了离岛建设条例 迄今将会点石成金 那如果整个迄今大发展起来 各位议员我们可以去思考 我们现在很多外商来的高雄 都抱怨一件事情 怎么这么无聊 怎么晚上九点 高雄很无聊 一天带我到夜市 吃了以后再吃 今天吃了很高兴 第二天吃不怎么样 到了第三天再到夜市 所有的外商觉得烦了 你教会怎么一点意思都没有 所以我们觉得 对迄今的期待 我个人是非常高的 我希望 好 市长我们很欣慰 听到你要建设 也真的有在落实这个事情 我们希望尽快看到进度 我希望看到迄今除了带动我们的观光以外 带动当地的产业发展 更重要是迄今的交通文 也请你务必要一併解决 才能够让很多的整个高雄市整体 带动起来我们的观光 以及我们的经济的人潮 我们 我想国民党团在这边 首先要欢迎我们韩市长 韩市长 我们先共议你动算高雄市长 我先请教你 你受了多少市民朋友的付托你知道吗 你一共拿了多少票 来市长你答复一下 你一共拿了几票你知道吗 89万2500多 89万2545票 对 是 你受到这么多高雄市民的付托 但是我相信 你未来要做的是 专期的市长 刚刚一大早的时候 我听我们民进党团 在咨询你九二共识 我就觉得我们好像忽然到立法院一样 我相信市长你在竞选期间 你就糟糕高雄市民 你接受九二共识 你要让九二共识 让高雄没有围墙 高雄只有道路 那如果真的接受九二共识 台湾就没有尊严 高雄就没有尊严 我相信马英九总统八年的执政 他的九二共识 真正是让我们的货出去了 观光客进来了 我请问韩国瑜市长 在你主政之下四年的高雄市 你是要把高雄的什么卖出去 还是要不要卖掉高雄 请你简单答复一下 谢谢黄绍廷议员 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的严肃 而且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讲丁海神针 在我的理想 在我的思维世界里面 反对九二共识 跟发大财 是没有办法同时存在台湾的天空的 我再说一遍 高雄要发大财大发展 跟反对九二共识 他是会碰撞的 所以我才说高雄 我个人在选举前五天 我公开承认 大家说你这样就算 结果没有 89万多的民众把票投给了我 我得到最新的授权 我支持九二共识就是一样 我们没有围墙 只有道路 这个是对未来高雄的发展 以及两岸之间的互动 太重要了 所以您再说这个 我必须要重申一遍 未来高雄是面向海洋面向国际 所以今年我们会实施双语教育 也都是把高雄未来的发展的基础 墊得越来越厚 然后在九二共识支持的前提之下 我们整个就开了 整个高雄的未来就全部都打开了 所以我这个想法跟黄少林议员是一样的 我们绝对支持我们韩市长全力拼经济 所以我刚刚看了一下你的施政简报 你的第一份施政简报啊 至少本人给你80分以上 刚刚我听到我们民进党团 拿了一大堆气球在戳 我觉得第一个要戳的是 民进党在高雄执政二十年 说高雄变成宜居城市 这个气球要先脱掉 为什么 高雄市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高雄市的人口的成长 跟外移速度 都是排在六度之末 所以我说啊 为什么我给市长打这80分 市长 你还记得这一张吗 这一张我也要再送还给市长 这是你选举的时候 对高雄市民所提出的十大政见 我觉得你的团队做了一个很好的功课 把十大政见都放到了你的施政报告里面 你未来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不清楚 一个就职二十天的市长 你要他告诉全高雄市民 什么你做得到 什么你做不到 市长 我只知道 民进党在高雄二十年 他所说的 高雄现在是宜居城市 然后 比如说他讲的 草牙案 喊了十几年 也是完全没做到 我说啊 民进党的气球比国民党那么多 我看到的是你 当选到现在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我请教一下我们观光局长 观光局长 高雄市去年十二月份 我们的饭店的住房率 请你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 报告议员 我们的饭店的住房率 创下历史的新高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旱来开幕二十三年 从来没有创下 百分之八十七的住房率 旱平酒店从中性饭店 改名为旱平 总共七年了 第一次创下九十五的住房率 福华酒店也是九十五的住房率 暖冬专案没有补助的 这比较重要 暖冬专案没有补助的 康桥都有八成的住房率 好 谢谢观光局长 我们谢谢韩市长团队在这 不到一个月的执政时间 真的把人引进来了 这是市长你讲的人进得来 我请教一下我们农业局局长 我们什么时候准备要把货出去 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局长你简单答复一下 大会主席 我们许医长还有我们黄议员 我想我们陆续的都已经在做相关的洽谈 那以及把货给他运送出去 到目前为止 至少已经出去一百一十公顿 那到年前我想这个数字 会在持续的增加当中 那所以目前可以出去的东西 还有可以洽谈的这些单位和国家 我们陆续都一并的在做相关上的一个处理 那希望能够交出更好的成绩 好我们谢谢我们吴局长 市长你竞选的时候十四个字的朗朗上口 人进的来 或出的去 高雄发大财 发不发的了大财 不是一朝一夕看的见 但是我觉得你对高雄市民的承诺 要让人进来 要让货出去 我们全部都开始看到了 我们希望韩市长你继续努力 我们支持你 请市长 告诉高雄市民 你的决心 市长答案 谢谢黄绍廷议员 以及国民党团对我的鼓舞跟鞭策 我还要重申一遍 而且高雄市未来的四年 就在我们市政府跟议会彼此的携手合作 我们只要团结起来 高雄市未来发展的机会实在是太好太好了 昨天我到台北去拜访一些企业家 他们很多还不知道 聊天 我们高雄市台北土地面积十倍大 真的 很多台北人 因为他过去长期被关注 当我们告诉他我们是这么大的一个土地 而且这么多的人口的时候 他们有这一阵错愕 我们有四个新加坡这么大 所以我觉得高雄这次巨人睡太久 所以未来各位议员 我们这个党团 你们这个党团 我们这个政府 我们这几位我们李世川副市长 黄东伟副市长 还有我们秘书长 我们真的 我们在这个年纪 我们这个团队出来 我们就是一颗心付出贡献 奉献 不停的为高雄打拼 我们这个年纪我已经没有实心了 能做多少算多少 所以我们很希望议会给我们多多的支持 我们没有任何实心 就是一心一意把高雄装造起来 因为高雄有这个条件 真正高雄可以做全台的首富 所以刚刚有一个问题问五百万 为什么不行 我们如果户籍人口有个三四百万 流动人口有个一百万 为什么不能到五百万 十年之后一定可以 如果反过来 当高雄人口在十年之后 还没有办法成长到四百万五百万 我跟大家报告 高雄的经济不会成功 所以我们这些目标都在 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去充 刚刚观光局潘局长 也是不停的在充 从早上五六点开始充到半夜 我们农业局吴局长都是不停的在充 还有几个局处长都是卖了命在干 我们就是希望把高雄整个充起来 所以谢谢党团给我们这个机会 未来做得不好 拜托大家继续鞭策我们 如果做得好我们就团结起来 让全台湾人对高雄刮目相看 谢谢我国民党团给我这个机会 来让我表述一下 非常感谢 谢谢韩市长 那我想在韩市长跟新的一个 市府团队的一个用心之下 我相信未来 可以让高雄真的实至名归的一个移居城市 但是雅金要在这边提醒我们的韩市长 当大家都在讲我们的陆瓶专案 我们高雄有五千个天坑的同时 雅金要特别提醒市长还有相关单位 为什么会有天坑 绝对不是只有刨铺工程所造成的天坑 我们高雄地底下有多少的管线 不只是民生五大管线 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业管线 这些管线 试想从这间公司来到高雄以后 埋下去以后 有没有去检测过它 有没有全面的去检检过它 我想并没有 我想并没有 连自来水公司 现在也开始慢慢在淘汰换管而已 那更何况 这些工业管线 这几个天坑有多少是因为地底下 管线的破裂而造成的掏空 这才是更危险的 这个都是我们看不到 平常看不到也摸不着的 雅金要在这边拜托韩市长 既然雅金在15年的时候 731就有特别要求当时的金发局 还有当时的市府团队说 地底下有多少的幽灵管线 你的图资 你的图资到底准不准确 那时候不能做 我也要拜托市长 在这里拜托市长 这攸关到高雄市民 的安全问题 居家问题 还有所有外来投资高雄这些业者 对于我们高雄评估的一个 所要件的同时 市长 管线的问题请你重视 还有 这个严肃的问题 除了是投资以外 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些管线 该怎么去态换 是不是也要一个 一个我们一个通盘的一个平台在 这个一定要尽数来做 尤零 第一个尤零管线 第二个是我们的管线怎么态换 我觉得这个市府要一个旗程出来了 再来 最近常常上媒体 然后又有雅静在 您我们第三届开始 第一个公厅会 也就是爱情产业链的部分 我想并不是大家所讲的 就是这么简单只是看到爱情跟爱河而已 高雄有很多有故事有文化的地方 那值得让更多的好朋友们 不管是市民朋友 或者是来到高雄观光的相关的一些团体也好 看到高雄的美 看到高雄的文化 看到高雄任何有关于爱情故事 或高雄故事的一个文化底蕴在 那市长雅静要在这里拜托您一件事情 我现在从那个公厅会开始 我看到我们各局处只做各做各的事 尤其是研卡会什么东西都没准备 你的平台 市长我想你应该要责成一个 一个副市长或者是哪一个单位 来统筹这件事情 这里不是只有观光局的事 这里也不是只有金发局的事 包含文化局也是 包含可能运发局也有相关的产业在里面 那这个是不是要请市长 帮我们重视 我们这些所谓的爱情 扣掉爱情后面的产业链 是环环相扣的 这雅静要在这边特别提醒我们的韩市长 让我们高雄的庶民经济 可以在市长新政府的一个团队里面 真的发扬光大 然后有个亮点 市长是不是请你简单二要的回答 市长答我了 谢谢我们凤山地区李雅静议员 这么关切我们路坪的问题跟管线的问题 我们目前市政府已经建立了地下管道的这个 图资的系统 也要求管线单位呢 要有关整个维修管线的计划 市政府这边一定会强力的要求 而且我也担心管线是未爆弹 随时化会有危险 市长我们可能要采积极主动的作为 不能用被动的 我知道我也请我们公务局 乌局长这边尽快尽数 要针对管线的部分 要跟议会这边 要提出一个明确的说明报告 如果需要汰换 需要整个换新的话 我们要怎么做 还是哪边是比较危急的区 比较重大的区 以及预算怎么取得 管线呢 因为我们看大概这么长的一些管线 实在是很让人担忧 那陆平这边呢 您刚刚所担忧的这些问题 我们一定会特别注意 我也责成我们李世川副市长 在陆平这边一定会有一些新的做法 包括重车重型车辆的管制 这一点跟李亚敬议员来报告一下 也请公务局吴局长这边 也跟各位议会来报告 爱情产业链这边 接着 市长 有关 等一下一并答复 那有关 高雄市未来的发展 交通建设捷运建设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在整个 在选举期间 那当然民进党 蔡英文总统 他也到高雄来开支票 也跟联盟开支票 高雄捷运要延伸到林园 要整个高雄市的一个捷运系统 要把它串联起来 在这里 我也要要求在韩市长的团队 针对整个大高雄地区 我们的交通建设 我们的捷运系统建设 一定要趁盛追击 既然副总统 他就有开支票出来 应该就是要来配合来做 所以在这里 包括民进党政府 这二十年来 高雄市并没有给我们做到 非常让市民 这些市民佩生的万里 所以在这里 请韩市长 要加油交通建设 捷运建设 到我们的路边 一定要好好做 来 市长 我看这是第一次的 临时会 我在看逢寒必返 这几个字 我们也看到 刚刚从民进党朋友的 民进党党团的朋友们 所提到的各项的依据跟问题 我在讲逢寒必返 逢中必返 在这种的前提之下 并不是百姓之福 民主政治 今天我们在意识殿堂 市长在从你就职到现在 二十多天来 日以继夜的在奔波 在替我们高雄在招商 让我们这个睡梦中的巨人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能够站起来 所以说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高雄市市民在11月24号 所选出来的市长 是授权给市长 让市场在选举的时候 要大干一场的一个前提之下 我希望我们民主政治的走向 就是朝一个良性的 从刚刚市长的发言 所有的工作一间扛 我也看到了市长的这个气度 我在想这样子高雄市市民 跟我们全台湾 甚至于国际都在看这一场 这一场的一个第一次 第一场的我们议会市长所表达的 我在想说在这个部分 我要提出来 刚刚所提到的五百万的人口 市长现在对于整个的经济链 在产生不管我们所谓的爱河 还有我们的爱情产业链 还有我们的经济产业的一个发展 跟投资 现在都并驾齐驱在一起动起来 在一起动起来 后面接着是文化教育 还有我们各项的一个配套措施 这个样子万箭齐发 各局处的局长 我看到在这段时间 都是日野继夜的在拼 我相信在这种拼的过程当中 我们刚刚市长所讲的 正通人和人和正通 我相信在市民所授权的 一个民主制度化 所授权给市长的这一个力量 希望市长刚刚 不管再回答九二共识也好 一中各表 我在想市长的一个整体的 一个坚决的信心 你所代表的一个我们共创未来的 一个最大的方向跟目标 在这上面 正通人和 人和正通 我们刚刚讲五百万 在我们这个启动之下 相信在未来 这个部分不是加减乘除 而是一步一步的到位 我相信在未来 我们整个的团结起来 我们合作起来 这是高雄市市民愿意看到的 我们也希望在未来 我们市长能够大刀破斧的 努力往前 我相信正通人和在你的后面 谢谢 市长我接着问 其实从中央到地方 非常多的各县市 或是中央我们最知道的 陈局市长 陈其漫要去当行政院院长 在中央的行政院里头 有多少的部位首长是来自高雄市出去的 这些人都是将来高雄市最好的助力 我们希望从中央到地方 刚刚提过的无数的这个建设 大家一起来努力 大家一起来奋斗 让高雄市能够更好 刚刚有提过 北漂的人口 10万人要回来 是不是一个目标 当然是啊 但是请问一下 以前在陈局100年过后 用脚投票出去的那一些年轻人 我们该让他回来了 所以想办法让他们回来吧 陆平专案我在这边也提一下 李四川副市长非常的努力 但是还有许多的问题 最后最有力的助手 就是我们的秘书长杨明忠 他从公务局的任内到现在 最了解内部所有的状况 拜托一下 所有应该要做的事情 让他正本清援的事情 就让他一次可以做到位吧 这是我们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地方 另外我要提的就是 有关于高雄市民许多的期待 大家都知道非常多的弊案 土地的买卖 虫化的问题 气暴的问题 在公共工程的问题 还有人事上面的问题 许多的问题 市民朋友正在看 市长你要怎么做 请你回答一下 市长答我了 谢谢 我们林园大辽王耀预言 非常关切 林园捷运的问题 那这个也是一样 跟大林浦一样 未来行政院跟六都 有一个沟通的委员会 高雄市政府一定也会把 林园捷运延伸的这个案子 跟大林浦并为最重要的案子 特别向我们王耀议员来报告 那刘德林议员的勉励 非常感谢 未来我们还是一样 希望能够继续朝着政治零分 经济一百分 我们全力来冲 所有未来的压力 我们这个团队通通把它扛起来 这一点我们有这个信心 也有这个决心 跟刘议员也报告一下 那陈丽娜议员所报告的 中央有很多高雄去的首长 其实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无形资产 因为不管是高雄子弟 或者在高雄服务 现在手上有权力 位置很重要 愿意来帮高雄 这是一种无形资产 如何善于运用 这个也是未来我们市政府 很重要一个努力的方向 我们将来很多项目啊 可以申请啊 可以对接啊 这一块我们一定会善用的 不论任何党派 我们希望中央这些 有高雄感觉 有高雄经历 也有高雄子弟的这些人 能够多多帮助自己的家乡 这一点跟陈丽娜议员想法是一样 北漂子弟回来 现在我刚才讲 北漂现在有两种心情 第一种 已经 这个 安生立命了 娶妻生子了 他就不在等来 但是他 一直希望高雄会更好 第二种 很想回来 所以我们高雄市政府 现在好好的努力 是针对第二种 他真的很想回家 但是薪水实在太低 发展又没有办法 而且还有一种更奇怪的现象 假设高雄领了三万五千块 台北领了三万七千块 差两千块 那你就不要待台北 你就回高雄才两千块 不 未来的视野发展不一样 所以他还是愿意待在北部 不愿意回来 所以像这种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提供他 未来发展的视野 如果我们今天各位大家团结 未来十年之后 高雄人口真的到了四五百万的时候 这些视野就变了 这第二种想要回高雄的子弟 他胆子就大了 他现在不敢回来 为什么 高雄不跟国际接轨 台北接轨 各国跨国的大公司 想的都是台北 没有想到高雄 所以我们针对第二种北漂的子弟 外漂的子弟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环境做好 这是也要跟陈欣娜议员来报告 弊案这一块 我再重申我当高雄市长的理念 百分之九十九心力 百分之一除弊 因为我手上根本政策工具不够 完全不够 我今天怀疑哪一个官员有问题 我没有办法调他银行存折 我也没有办法直接收押他 我也没有办法直接约谈他 我怀疑他的表姐他的太太 他的三等亲有问题 我没有办法直接找他来 我违反人权 所以市政府的角色非常清楚 我们不停的心力 除弊 是有发现事情 我们就动 既然我们除弊占百分之一 给大家报告 我们的手一定会下得很重 罪证明确 下这个手就会下重手 不可能下轻手 这是市政府的态度 那至于谁来除弊 减调是最快的 再来各位议员 如果各位成立专案调查小组 市政府全力照配合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在这里 未来高雄市政府 如果我们这个态度是正确的 各位议员都支持我们 我们就看到不停的心力 一直向滚动 所以我很有信心 未来高雄一定会有所变化 那议会就请强力来监督我们市政府 我们一起来配合 外面还有一个检调 内部还有一个阵风处 我们既能够心力 也能够有效的除弊 跟各位参丽娜议员 还有各位议员来报告 谢谢 路评我刚才没给你报 OK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需要爱情 对不对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因为年纪大的 爱情 我们所有流行的歌曲 90%大家去听 都跟爱情有关 所以爱情一定可以做产业的 那高雄如果未来转型 我们要吃饱280万人的肚子 一定要靠庶民经济 可是想要吃满汉全息大鱼大肉 一定要靠产业 那爱情产业 我们高雄得天独厚啊 到哪里去找一条爱河 这么棒 这么好 一个城市这么漂亮 又有这么好的后花园 从六龟美农齐山 又有这么棒的爱河 我们不去发展爱情产业链 我们不是脑袋太笨吗 所以爱情产业链 将来一定会大力发展 也不会是观光局一个局处的事情 所有的相关的一定会配合 那我们把爱情产业链充起来 各位光看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上任才20天 今天又有一个名节目主持人 被来代言 昨天又有一个名节目主持人 代言 我觉得 跟议员报告 他被我们感动 我觉得这些有名的人 过去可能没有把高雄放在眼里 你们这边感动啊 哇觉得高雄一直在冲 爱情产业链 他们愿意来代言 这就是我们感动了别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比什么人能够用心 爱情产业链全力去冲 未来会带动好多珠宝 婚纱餐饮 还有各种饭店民宿 它会一个综合性的 我们一定要把爱情产业链把它冲起来 谢谢我们奉三李亚敬 议员的鼓励 我们一定会做 谢谢 市长我们这里有信心 那我们不会感到 我们不会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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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 加油 市长 加油 市长 我请教你 请多 市政府是 行政的单位 議会 监督的单位 我也希望 高雄市政府 透明 在这里 要求如果 如果 这个 只要是 所有高雄市的公務人员 无论对一董的议员 人员必须要来比順的时候 可以请的 你简单 差不多就好了 只要是领高雄市政府的公務人员 他们不是我们这里局处中 清廉就好了 要被寻 被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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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议会有需要 有需要 公文给你们 当然没有提 这个不太过来 可以啦 你 这个 跟议长议员报告 当然要 当然要 你过去 过去很多 这样摩擦的 现在先让你知道一下 我跟议长议会报告 我们一定 只要议会要掉所有 领高雄市政府薪水的 所有高雄市政府所属人员 一定 有义务来嘛 一定 当然一定要来 好 谢谢 好那 早上议程 结束了 下午3点继续